怎么区分显卡的性能高低 你了解多少 主流市场一般分 英伟达和AMD显卡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N卡或A卡 对于游戏爱好者和生产力需求者来讲 显卡的重要性都高于CPU 显卡由于不同带不同架构的情况下 性能差异也非常大 目前市场N卡的占有份额较大 产品线更长 而A卡相比较N卡来讲 产品线不全 不过A卡的性价比较高 同级比的显卡价格更为实贵 下面我们来盘检一下 市场上的主流显卡都有哪些 N卡和A卡的对标 首先是低端卡 N卡有1030 A卡有RX5550 中端卡 N卡有GTX1050Ti GTX1650 GTX1660 和GTX1660Ti等 A卡有新上市的RX6500XT 中端主流卡 N卡有2060 3600 3060Ti 3070和3070Ti A卡有6660 6700XT和6800 高端主流卡 N卡有3080 3080Ti 3090 A卡有6800XT 6900XT 如果你只是玩一个 通讯全家桶之类的游戏 1080P显热器 一般选1050Ti 也就可以满足了 2K显热器 一般选择2060 或6600 也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对于画质要求较高 选择3060以上的显卡 基本就可以通知主流游戏 我们来看一下 这张显卡的天梯图 小白也可以一目了蓝 对比出显卡的性能高低 决定的影响 这张显卡的感觉 这是事实的